南岛官有这么多在国内表现优秀的学生 常常需要参加国际新比赛 复国学校和这些学生的家庭 所以因为无人出国失去机会 官长康修华新年以后 特别订出学生出国学室中做学金 作业要点 变了800万医生来接应 康管长并且在校康国中科学院 请出宣布这项好消息 官长康修华清新宣布好消息 今年开始南岛官国中医学校 学生出国学室 从今开始 可以投稿学校来向官府高校 出新进行做学金的补助 文作团体和国人最高50万 南投县的孩子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加根南投 但是能够放眼全球 所以我也提出了一个 奖助学金的出国办法的奖励 那我们今年呢 开始在进行筹备的工作 明年我们1月1号正式要 让所有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最高的金额可以补助个人到50万 那当然从这个金额上面呢 我们也会随着是今年第一年来做 将来呢在整体的预算 议员也希望如果做得好 我希望我们可以再增加预算来调整 我们编列了八百万的一个预算 那希望在今年11月30号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学生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帮他来申请 那他从个人到团体 都涵贯层面非常非常广 那我们刚刚在现场的时候 也感受到学生的热情 对不对 那感受这些学生非常非常的期待 像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能够帮助他的学习跟成长 生根在地 拜报国际 众多国家学校和学党都情心参加 这次南岛都是推动国际教育的政策 困点无料金费保障 我管来苏心 不应国在位出国比赛 现在是进修学习的金费来困点 我们也认为 其实要打开孩子的眼界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只有你真正去到了当地 感受当地的文化历史 还有各方面跟我们不同的制度 才有办法开始去思考 怎么样可以让台湾未来的发展更好 但是出国这件事情 确实它是需要钱 那这是第一次 由我们县政府教育处 也共同来投入教育支援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站在议员的这个立场 我们乐界也支持这样的一个发展 全力支持 就是孩子们出去看看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文化或是风土民情 他们可以打开他们的眼界 对他们的未来 他们发展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一些创发的一个思考 对他们的学习是一个 可以丰富他们的内容 为官党科学化中心厚 党史学生交友到中美最完整 就是在北京丁 南岛关国中医学 好好学生出国学习 将做学金作业要典 在这些议员的支持 希望就此和京队赛 关来学生出国完忙 突然使用 提升更多竞争力 南投竞争力 出国讲助赞 记者金文宣 蔡宏不道